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享誉国内外的国际级艺文表演团体 幽人神鼓 29号的晚间是在花莲慈祭近诗堂道旅广场 盛大的举办金刚星感恩祈福公演活动 而这也是幽人神鼓今年的首演 超过了千人席地聆听欣赏 而现场还规划有防疫英雄区 邀请了花莲前线的防疫医疗人员 游物室、警销人员等团队 在现场接受大家的感恩 由花莲县文化局和慈祭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幽人神鼓金刚星户外公演 29日晚间在花莲慈祭园区近诗堂广场举行 幽人神鼓今年的首演 来自各县市超过千人席地而坐聆听欣赏 透过鼓声共振善念 现场兵规划防疫英雄区 邀请华莲医疗院所医护人员代表 药师、护理师和游物室及警销防疫英雄团队 进场观赏 接受现场观众的感恩 非常非常感谢赞人的慈悲 以及慈祭基金会 对于全球的故事 以及建计旅行实际的行动 让我们的这个国际 得到很多我们相关的防疫的行助 去年就邀请了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在全世界包括台湾的演出 全部都启销 所以今天是第一场演出 大家真的是非常有武器 最后我要再次感恩所有的来宾 感恩大家一起共享胜举 期望借着这次的演出 带动感恩跟祈福 散念共振 根据灵迹常诗的四个棒课 用它来做整个作品的启程转合 而它也正是一个行者生命道路的过程 那就是一棒如金刚王宝剑 一棒如波草玄石闻 一棒如巨地狮子猴 一棒不做一棒用 那我想在今天的金刚这个作品里面 大家可以慢慢地体悟 就是如何用骨身 用骨的身体去感悟这个转折 游战 永远 Ciimi Tak 以上 作字 交 一个 洗 毛 一段台新藝術獎創始首獎的《金剛星》 多次至海外重要藝術節演出 用以水入水、以光入光、以空取空、以金剛取金剛的表演型態 結合戲劇、舞蹈、樂曲、擊鼓、武術、繁唱和眾多劇場內外元素 演出七段章節,帶領民眾沉澱身心,反觀自信 最後全場點燈,由禁絲金社的師傅們領重祈禱 集結正向提升的力量,為全主感恩祈福 記者長方燕華聯師報導